LAYO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哥德倫對上波士人 這張地圖是帝國戰爭的黃金之流 OK帝國戰爭開局一樣是28P開局封建時代 那這張地圖先來介紹一下 中間有大量的黃金 旁邊有少量的魚可以去捕魚 但是在這張地圖捕魚的人 並不是那麼的多 如果能去捕到魚的話 還是有點經濟加成 那不管怎麼說呢 這張地圖打法還是比較朝向 淘金朝這張地圖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這邊大約為9點鐘方向 Viper選擇的是哥德倫 哥德倫最大的特色 步兵造價非常便宜 後期有大洛馬火槍火炮 轉兵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後期他的騎兵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用起來的話 還是需要轉點大洛馬 或是用自己的步兵當作主力 會更好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道特波斯人 那波斯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TC的工作效率 非常快速 村民造得非常之快 那到了地獄時代 還可以轉出薩瓦爾 遊俠的進階版 稍微小buff的遊俠 那波斯人呢 他的城堡精冠 城堡可以變成波斯堡壘 波斯城堡 可以讓他的城堡射出子彈來 而且還可以獲得打衝車的額外傷害效果 所以整體波斯人來說 他是一個進攻、防守、開農 都面面俱到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經濟加成 就只有TC的工作效率提升 所以如果想要讓他在經濟再更好一點 所以還是要多開TC 那這方面呢 就很考驗玩家的3TC 開農、防守反擊 的一個部分 畢竟波斯人也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會比較害怕 這種升頭戰術 或是壓寶策略 都是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難產的 一個戰術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 封劍世代會怎麼打 這兩邊稍微小小打鬥一下 好 上方村民 稍微看一下 喔 有可能被擊殺掉嗎 哇 還是死去了 這隻肉馬 最後拿到了一殺 Riper高打低 這邊再回頭打一下 道德有可能會被秀死嗎 拆刀 哇 最後 VIPER這一隻肉馬 急殺了兩隻單位 開局一換個 一隻肉馬 換一隻肉馬 跟一隻村民 這連道德也不堪自信吧 這個肉馬高打低也太強大了 好 那道德這邊省事了一村 VIPER這邊割得稍微村民上有個遊戲了 好 看一下兩邊封劍時代會怎麼打 好 道德這邊是點下了城堡時代 馬就補了下去 這裡 射箭場開始出小弓 波斯人 他的銀冠技術是波斯工兵 可以讓波斯不需要黃金 好 就可以製造奴兵 但是他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而且也沒有強弩 到了地獄時代 轉這個波斯工兵 也是非常看情況去做的 好 那看到波斯這邊是沒有轉碼頭 道德這邊是不捕魚 VIPER這邊也是捕魚 左邊有一個捕魚路線 那這就是我說的 這張地圖不一定有人會捕魚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控圖是一定要控的 那為什麼會選擇不捕魚的方法 其實 這張地圖來說 因為很快就升到城堡時代 捕魚當然一定是有優勢 但是不捕魚的話 這個流程進攻會更快 畢竟你這個碼頭呢 投資的東西都只能在海上 但是能在海上 蓋一些奴炮戰場 控圖來說也是相當強大了 例如這個自爆船 那道德這邊是直接射掉 但是道德很明顯是 入戰方面有這個數量上的優勢 VIPER這邊是直接轉了戰毛兵 好 看要不要轉生鋁 好 雙方這裡要繼續補戰船 那只要一經到正面的話 如果打出生頭戰術 往前壓制的話 哥德人這邊防守就會有壓力了 這個海戰的優勢就不是這麼的明顯 而且中間這塊島 有海戰的話也可以稍微控一下 所以道德這邊稍微會有點劣勢 原因是沒有海戰優勢 但是入戰方面 就可以給到VIPER極大的壓力了 好 下面補了一個投石車 這看來還是要打 頭車壓制 畢竟你開碼頭 那我就壓制你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壓制觀念 道德這邊是補了非常多的騎士 六隻騎士來了 四爆船過來看一下 好 這裡補了一個大學 好 這裡房子稍微敲一下 這是戰毛兵 逼退 彈道學點下 哥德人 這裡打投石車 看要自己要不要轉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只靠在馬爾士 完全守不住了 除非這邊有機會 趕快升級一下 無政府狀態 或是蓋根城堡 好 夾住正面 那就還有機會 好 這邊城堡 沒有要蓋 火車砸到了一發 死了一些戰毛 哥德人趕快轉步兵 升級了步兵鎧甲 要轉常見兵還是槍兵呢 轉槍兵 那如果是轉槍兵的話 這些工兵就會打不贏了 有可能VIPER並沒有打算 要直接解掉這一坨 而是要選擇先做一個防守反擊 這個TC看來是限時守不住 要守第二個了 好 那有槍兵的話 這些騎士進來才有辦法可以解決 好 結果有補於優勢的VIPER 現在面臨了防守的問題 但村民術來說還是VIPER 佔實力先 10村左右 4台投射 繼續往前拆 哇 這一個牌下去 你通了 好 槍兵戳 超翔 哇 直接一瞬間被解掉 哇 村民直接被通車砸爛 VIPER這一波 損甘炸烈 89村 對 85村 村民術稍微下降了一些 趕快修理 槍兵趕快頂 好 但遇到工兵還是扛不住 工兵解槍兵速度還是太快了 好 但通車數量塞太多 5台通車瘋狂猛攻 好 2級步兵甲也點下了 好 這個承認中心 能夠修得回來嗎 好 VIPER趕快補一下步兵甲 道特的臭名書已經止落後兩村 好 這個就是 VIPER雖然海戰開局 但是道特一個前壓 碰置了中間黃金礦 那這邊壓制的 浪VIPER也很難正常去運作 打海戰的部分 一定要專心打陸戰 好 砸了一發 還是被砸到了 弓箭手 沒空到 果然又被砸掉 這一波 VIPER果然還是要出投石車 才能有效抵抗這些大量投石 那如果可以把對方稍微逼退回去 在這個暗處的話 就可以端一些自暴船 自暴船趕快過來炸個一下 就會很舒服 來了來了來了 VIPER有意識到 自己有海戰優勢 你敢退守潛攤 那我就敢炸 炸了一波 死了幾隻馬 再炸了一波 這個馬又再度殘血了 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道特這裡沒有打算要撤退 選擇往前壓寶 打了非常多的村民 壓在中間這個城鎮中心的位置 直接射掉兩個TC 道特這一波 很賺 投石車互砸 但是VIPER投石車爆裂 但是槍兵數量非常多 可能可以直接用槍兵戳掉這些馬 後面戰王兵只是稍微擋一下 奴兵而已 好 正面騎兵繼續往前戳 兩邊直接對蓋寶 但是VIPER這邊買賣稍微慢了一些 蓋寶的時間可能會輸給 道特這裡 但是道特這邊正面騎士已經損失殆盡 只剩下兩隻騎士了 好 這裡趕快用槍兵去戳 村民 但是城堡還是蓋好了 最後VIPER拉了三十幾村 才把這個城堡給蓋好 好 那看起來VIPER是暫時能守住 兩邊村民術差不多 VIPER左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好 這根寶蓋下去 道特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還是要偷偷按一些波斯戰象呢 那這個波斯戰象還要去控喔 不然會被這個僧侶給招強過去 那波斯戰象有個特點喔 就是他可以收到城堡裡面喔 一般的工程戰象呢 是不能收到這個城堡裡面的 但是波斯戰象可以喔 這是這個遊戲的小小細節 而且波斯戰象呢 現在工程傷害非常高喔 所以是可以考慮按幾隻戰象 然後被招強就收到城堡裡面 做一個近距離的策略 但是道特這邊要按一隻戰象也是非常困難 這邊還在繼續猛攻 騎士還在補 可能沒有心思去按大象出來防守這些衝車 好 長兵繼續戳 好 繼續暴產這些步兵 好 炸一發 倒了 要炸一下 閃開 好 96.51 不想取消 但是最後一下不頂 哎呀 這個 往後撤也是被頂掉 感覺好像要補一下這個傷害才行 好 最後TC能夠蓋好 好 把TC蓋好 要不要修理一下 只剩下94滴血了 頭死車砸一發就沒了 好 但中間的礦 道特踩得很開心 兩邊帝王石彈應該 上了之後 才繼續打架 右邊這邊稍微干擾一下 爆破閃再繼續按下去 補下了更多的軍營 道特 這邊點下輪軸 準備點帝王石彈 VIPER則是點下了五陣服狀態 還有護衛技術 這樣VIPER就可以產出哥德衛隊了 哥德衛隊步兵爆 壓力會非常大 而且移動速度比槍兵還要快 好 這邊補雷跟城堡 前方的城堡也被衝突給頂掉了 道特直接氣堡 升帝王 控中間金礦 策略改變一下 好 那VIPER在正面 也是有少量兵到處在騷擾 但是這邊道特的騎士 更剩一籌的感覺 VIPER的臭敏樹已經剩下113吋左右 道特則是有130吋 經濟來說非常的優秀 但是各的衛隊越來越多了 道特要怎麼擋呢 直接出騎士硬扛 也是可以 畢竟波斯本身就是一個馬國 好 下方也有少量的槍兵在騷擾 波斯現在很尷尬 遇到槍兵不太好解 出波斯戰相也不對 出弓兵的話又耗費黃金 現在還沒有點下波斯弓兵 所以現在按弓兵投資又是很貴 還是繼續按 騎士就好了呢 好 直接繼續按騎士 重裝騎士繼續按 跟蹤技術也補下了 哇 這個均衣沒蓋好 要是這個均衣能蓋好的話 好 Viper這邊就可以原地職產 哥德衛隊 好 但是下方這些搓兵已經搓到 道特下方村民生活無法治理了 趕快收吹一下 好 重裝騎士 還有40秒左右 這個才能中心蓋起來 道特應該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現在先守價 待會要面臨的是 哥德德的大量步兵海 好 Viper也剪下帝王時代 海戰部分 Viper暫時有優勢 但是到了帝後的話 海戰優勢可能就不是那麼的明顯 好 這裡過來 騎士裝到槍兵 這裡升帝王時代 要趕快先上騎兵 因為道特這一臉就是我要升薩瓦爾 他一臉就是要成為薩瓦爾的形狀 那道特這邊如果是打薩瓦爾的話 哥德就是打槍兵 配哥衛火槍火炮 這四種兵 應該就可以跟波斯的配兵組成 做以抗衡 好 道特這邊點下三級馬凱 OK 哥德衛隊 那為什麼要按哥德衛隊呢 遠哥德衛隊基本傷害是比較高的 不管是要打村民啊 或者是反制對方的工兵 都是相當好用的 重點是他的單兵的移動速度 比較快 快了一點點 比這個劍勇進入器更高 所以更抗箭矢 不管是要騷擾 或者是打正面 哥德衛隊都有一定的體質 就是比較害怕騎士 所以只要配槍兵 哥德衛隊基本上這個海兵打法 輸出來說是非常穩定的 好 這邊哥德衛隊 超臭命傷害非常高 遇到奴兵 只要兩刀還三刀 就可以砍死一隻奴兵 好 但是騎士打各位還是很快 家裡的問題很快就被槍兵給解決 到頭這一波騎士送進來 沒有辦法賺到太多甜頭 好 這邊按了一隻戰象 開始轉波斯戰象了 有點想法 但是波斯戰象在槍兵的面前 也是毫無招架之力啊 直接被戳爛 大象真的是 哇 不行啊 這一出他象 會爆炸 還是轉波斯弓兵呢 道德這邊的問題 是有兩個選項 波斯弓兵或者是火槍 我個人認為打哥德人的話 直接轉火槍就好了 波斯弓兵可能不用點 因為波斯弓兵打哥德位隊傷害不高 但火槍喔 不管是打哥位 還是槍兵 劍勇 都是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波斯弓兵應該不會在這場出現 好 波斯這邊點下化學 大會也可以轉火炮 防守也是OK 但是哥德人這邊開始海兵 開始海起來 這裡要轉衝車嗎 哥德人 Viper 現在木頭有點缺乏 說明書也不是到200人口 但是一直想要從中間猛攻 好 大槍兵升級好 好 頭死車戰劍 轉了出來 哥德人有頭死車戰劍 雜錯名傷害也是蠻高的 好 攻擊速度稍微慢了一點 哇 雜死了一村 好 海戰遊戲沒有忘記利用 好 這裡槍兵大量過來 擋住這些騎士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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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波斯火槍 開始慢慢出 彈道學補下 薩瓦爾 若明顯不夠 現在還要再等一下 目前看起來 道德經濟是比較緊繃的 沒有辦法有太多的資源 投資在薩瓦爾 現在關轉火槍 就要吃非常多的黃金跟肉了 這裡又有一個宅火 突破進來 繼續騷擾道德用下方的位置 這兵槍兵數量非常多 這根城堡可能會很難蓋 槍兵過來協防一下 好 又戳掉了幾匹馬 火戰船過來燒一下 有羅蒙戰劍 結果一瞬間 把火戰船給秒殺了 巨型投資機已經去STAR 還沒有辦法拿下 VIPER這裡好像沒有點下話 選個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出火炮 反擊巨型投資機 好 這邊的大量馬匹 直接被槍兵給戳爆 好 投資的戰劍 趕快來砸 巨型投資機 這裡只要守好德魯蒙戰劍 基本上問題不大 但是巨型投資機也會反擊戰劍 但還好戰劍的機動性夠高 而且只要走到這個深海的地方 騎士就追不到了 這邊可以靠走位 但是走位也是有點困難 還是要回到城堡下方 先回到城堡下方 槍兵數量不夠 好 先回到這個深海地區 騎士砍不到就沒問題 但是最後還是摸到了 哇 這個騎士最後力的大功 火槍兵開始往前了 那現在這個打法 DOT也可以考慮混點波斯弓兵 因為弓兵的話 射擊速度比較快 火槍很容易 全部的子彈射在一隻步兵上 會有異傷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人會決定 打這個波斯弓兵配火槍打哥的人 那如果不想要有異傷的話 散兵都要散得好 哇 這個投石戰劍射程真的好遠 好 投石人點下了金冠技術 弱馬開始慢慢升級 哥的人這邊已經完完全全成了槍兵怪了 變成槍兵的形狀了 槍兵直接上前往前戳 戳掉了一些火槍兵 火槍兵正面對打 沒有辦法扛著正面大量的步兵 一定要做拉打動作 但是還好 道特這裡不怕沒黃金 畢竟黃金還是能挖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 這根是寶拿不下來的話 黃金就不能繼續挖 這個是道特這邊的難處 所以 Viper只要繼續守守這根寶 讓對手不挖機 這是對自己最大的有利 魔石車 下方 OK 但是沒事 三攻看好不要先補一下 三攻補一下 待會就能 讓槍兵傷害打到最高 打火槍兵也會非常痛 上方有少量的騎士 再做騷擾 Viper應該有意識到上方有騎士 這邊的慘呢 沒有再繼續出步兵去騷擾 Viper這邊黃金也快要見敵 好 投石車砸一發 又砸到了火槍兵 投石車戰艦往後拍 哇 又拍到綠堆血量 投石車戰線 可以踢地板 以前的話最早版本是不行的 現在已經可以了 火炮彈船也是 現在都可以 預判對手的位置 這個城堡有點殘血 但還是活了下來 騎士已經衝了進去 屠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Viper好像沒有注意到 家裡已經被道特多線進攻 但是Viper正面 好像快要拿下 巨型托斯機 最後一台 打掉 OK 可以專心去攻擊 城堡了 結果城堡直接反擊開槍 打掉了德魯蒙戰艦 兩艘戰艦直接倒地 波斯城堡 傷害極高 打步兵的增傷效果很好 這個村民死得有點快 不是村民 槍兵死得有點快 家裡村民也是死了一大堆 只剩下93村 這裡肉馬也在燒我當中 Viper現在多線都在BBQ 臭品數稍微下降了一些 但是戳戳 又是立了戳掉了幾匹 肉馬還有一些巨型托斯機 火炮也是順利拿下 現在波斯沒有多餘的黃金 可以去產出火炮了嗎 現在有一台火炮的話 還是比較安全 趕快按火炮 OK 這個騎兵一直在騷擾 左邊終於有點盤打回去 Viper村民宿回到里百村 火車又砸了一發 又後方 火槍兵 這邊就去騷擾當中 哇這個二級弓打火槍就這麼痛了 到時候這裡沒有提升 弓兵鎧甲 火槍兵的防護率非常不弱 這裡又點了一台火炮 有火炮就有主動權 還可以拖砸村民 槍兵再往前繼續戳 這一托火槍沒有碰好 直接槍兵給夾殺 趕快點下弓兵甲 終於意識到了 沒有弓兵甲 火槍的消耗速度太快了 吐魯車戰劍砸了一發也很痛 吐魯車戰劍在這個時間點 相當好用喔 不需要點化學 也可以獲得火炮差不多火力的 遠程打擊的工程武器 這裡怎麼按了個貿易車隊 是不知道先按錯的嗎 還是這個是在B&DOT 應該是按錯的 好 DOT這邊點下了三弓 轉一下起兵的傷害 大洛馬 這邊可以提升了 還是要先提升一下大洛馬的 能力呢 好 白粉這邊黃金 偷偷挖一下 在海景第一排偷挖黃金 但是火槍兵也是可以反擊 這裡村民的倒地速度有夠快 還有一個四毛 富貴險中求 富貴險中求 在人家槍口面前挖礦 真的是太大膽了 好 VIPER三弓點下 好這裡趕快修 哇 火戰船來了一艘 這裡德魯蒙戰艦 沒有辦法反擊 快往回拉 這裡用槍兵去解火戰船 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槍兵打戰艦傷很高啊 有沒有看到 哇 這火戰船瞬間就被槍兵給秒殺 好 戰艦這裡最大的問題 是這些步兵怎麼辦呢 槍兵打戰艦傷害極高 好 這裡又再用槍兵 就戳掉了兩艘火戰船 好 VIPER三弓點下 兩邊中間的黃金爭奪戰 沒有停止 但是道德有火炮的關係 擁有主動權 但是火炮最終還是被解掉了 最後兩台火炮 做到事情並不多 反而是投射戰艦 越砸越猛 好 道德點下了快速火戰船 看來還是想要用火戰船 去解決海戰的問題 那海戰的問題 也不是單純海戰 畢竟道德 還要遇到槍兵的問題 所以現在道德 只要出火戰船 配火槍兵 漏馬 這三個單位 就有機會拿下比賽 道德 這邊要思考的事情是 黃金要怎麼穩下來 雖然有這個城堡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167 但是火炮還是要繼續穩下來會比較好 不然對方巨型頭C 一系之間很難摸到的 而且viper也會修回來 viper這邊點下了化學 看來也要開始轉火炮了 這裡火戰船過來 槍兵一撮倒地 投射車預判 雜到了一些傷害 投射車戰艦 傷害是不錯的 哇 這個火槍兵一直被投射車炸 哇這一波 臭名直接被投射車戰艦炸到頭破的血流 viper這邊把所有的資源 投資在了巨型投射機 跟 德羅蒙戰艦 好全產槍兵 非常經濟實惠的打法 但是道特這裡一直在打多線 但是家裡一直有槍兵在做防守 應該問題不大 道特這裡補下三級的工兵鎧甲 這裡再拍個一下往前衝 右邊的火戰船衝了過來 槍兵槍兵趕快拉槍兵去守火戰船 哇火戰船 被摸摸幾下殘血 但是德羅蒙戰艦還是被拿掉了一台 好 道特這裡買賣了一下 開始經濟不夠了 要開始賣食物 換黃金 500肉只換了70黃金 這根城堡也快被拿下 波斯城堡擊殺205隻的單位 最後要殞弱了嗎 最後大家 頭蛇的戰艦一起擊火 成功拿下波斯城堡 道特這邊還能夠反擊嗎 但是現在道特下面 也是開始遭受槍兵的反擊 城堡甚至被拆掉了 衝車在哪時候偷衝的呢 沒有注意到 道特下面也沒有看到 直接被打出了一個破口 中間的防守也開始守不住了 好 道特這時候 要去轉出更多肉 MIPER是轉出了 井噴 刺氣灌入 準備要來大量生產 步兵啊 這個一井噴下去 就不得了了 那MIPER這邊呢 有一個防止妄機蓋 哥德人是210人口 是比其他文明多了10人口 所以待會可能要再補一些房子 可以讓哥德人的殺傷力提到到最高 道特最後點下了 縱形爆破船 準備要來爆破一波了 但是有這個黃金嗎 中間的黃金沒有辦法挖 黃金被VIPER給拿了回去 家裡光防守就他守不住 只出肉馬完全擋不住啊 槍兵跟哥德衛隊 兩個兵互相的出 這就是哥德人打正面最好的選項 好 這體肉馬還在亂傳 但是VIPER家裡也有槍兵 後面稍微反擊一下 繼續走進來 後面補了更多TC 但是黃金已經讓VIPER開始開採 這裡有一個自爆船 爆破船有沒有看到 大量的槍兵 側面一團糟 槍兵回首 這裡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家裡的肉馬一直有槍兵防守 應該問題不大 反而問題是道特的家裡 該怎麼防守 火槍兵需要黃金 但是道特已經沒有中間的黃金控制權 自爆船炸一下 擊毀一艘戰劍 沒有更多黃金可以產出火槍兵了 道特要被逆轉了 這時候道特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VIPER產了650隻的槍兵 直接硬生生的把道特給戳了回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道特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只大約贏了6000左右的支援 大概5000左右沒有到6000 那似乎方面則是贏了4000左右 黃金則是贏了一倍 黃金出了一堆火槍兵 但是卻沒有做到良好的效果 這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VIPER的投擲車戰劍 跟大量槍兵一直在往前抽 那道特這邊的槍兵 就算用助手模式 不被槍兵或是其他單位吸引過去 最後還是會被投擲車戰劍給砸掉一大堆的數量 所以這場VIPER的關鍵 是德魯蒙戰劍做到了良好的效果 而且槍兵打火戰船也是非常痛的 可能POSE這一把要轉奴炮戰船 可能會更適合一些也說不定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下記錄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了解 那幾次 得百貓 沙巴 得百貓 來自家 可取得我們 現在才後悔來自家 看看